其實這個公式裡面 這個地方的錯誤最多的 好像就是它沒有0 也沒有理 也沒有區 但是它至少有個嗎 有個是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 有沒有發現這個錯是因為它前面這個字 不是 0 也不是理 也不是區 但是它是是 所以喔 是不是說這樣吧 如果假設它不是0 也不是理也不是區的話 那我們是可以怎麼樣 再把它剪下 如果假設 它不是 不過可能公式很長 那如果 假設再多一個條件 就是是的話 那一樣 你就把它這個公式選起來 剪下 然後再插入一個ifl 這個邏輯裡面的ifl 然後把它貼上之後的話呢 底下這邊再把它fine 就是fine是 fine的話貼上 底下是比較短的 上面是整個公式貼上 那底下這個就fine 把它改成是 那記得喔 貼上的這個公式 記得不要 不要少 因為少 記得這個結構一定是前刮鬍 一定有後刮鬍 那只要不要錯 理論上應該這樣 OK按確定 我看一下這樣應該會少很多錯誤 像這樣填滿 那剛剛錯的好像就會 這一段應該就會少蠻多的 像剛剛這個 這個這個就 有沒有 所以這邊應該就少 少掉蠻多 的這個錯誤了 底下到目前為止 都幾乎都沒錯 所以 這邊的話 好像就加了一個4 幾乎就全對 有沒有 那這邊的話呢 到底哪邊有錯 當然有的時候啦 如果你假設要知道哪邊有錯 你可以做一個動作 排序 就是郵標放這邊 資料裡面 那你可以 Z到A吧 按一下 那你會發現Z到A之後的話呢 這邊就出現錯 我們就可以去分析啦 這什麼 他都沒有 這個什麼 無名像好像比較多 所以這個要怎麼列 這個 這個他的 路接到 所以這個就沒辦法了 所以這邊 當然如果你假設啦 你 為了避免他的錯誤 發生的話 那不然的話呢 我們就是最後再怎麼樣 就是 給他一個什麼 這個 我想你們再想想看好了 我看這個也蠻 大概就幾筆 40筆 OK 不然的話還有一個方法 就直接把它刪掉算了 當成這個不存在好了 也是個方法 不然的話怎麼辦 不然 這個我想你們自己再想想看 你說如果 老師那如果 我不想要處理這個 他實在太礙眼了怎麼辦 那你就把它直接 把它刪掉 這也是個方法 不然如果你假設 比較 用心一點 你甚至可以打電話 給那個承辦人 請他講說 你這個地方有沒有比較明確 或甚至 你可能自己再用一點心 就是什麼 易仙 公園 旁邊的無名像 那你就是去找一下 那個什麼 易仙 公園的那個 甚至你可以把它改成 易仙路算 這樣子的話有沒有對 這樣就對了 有沒有 他就 就對了 因為他裡面沒有 我們那個條件 而且我也不知道說怎麼下那個條件 所以你不如 你要不是就改這個 要不然就是把它整個刪掉算了 好不然乾脆好了 我覺得 乾脆就把它刪掉算了 這邊把它 這邊 不要啦 因為這等於 資料 放著也礙眼 OK刪除 好那刪除完之後你說 老師 那順序 亂掉怎麼辦 這個時候你再把 游標放在 A 放在A做什麼 因為編號 再把它重新排序 因為現在 剛剛是按照 路階道排序 對不對 那請你再把它 游標放A1 然後再 A到Z A到Z的話 就按照編號 幫我從小的 排到大的 這樣就OK了 這樣的話就可以 不然同學說 那怎麼辦 所以我也覺得蠻礙眼的 好啦 目前我們重點 就是擺在 盡量不要 把原來的小問題 變大問題 所以 最簡單的方法 暫時先不要管它好了 不然的話 我們也沒辦法處理 要不然你用心一點 你可能要把那個 路階道查出來 好 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得到了 這個訊息 再插入 樞紐分析表 然後如果要得到前10名的話 一樣 把那個路階道 拖拉到列 把路階道 拖拉到池 那最後的話 記得把游標再放在 B4上面 做什麼呢 做資料裡面的 Z到A 所以你會看到 排序超好用 有排序 沒排序 真的差很多 按Z到A之後的話 記得喔 B4 力道A 馬上就排出來了 OK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這個停在哪邊最危險 中孝東路 中山北路 陳德路 延平北路 OK 而且 其實我是知道 延平北路 這邊 有蠻多那種什麼機車行的 而且是 賣那個 二手的機車行 機車行 什麼意思呢 我就不要再多說了 應該你們聰明 的腦袋應該可以知道 因為 可能就近嘛 剛好 你的車壞了 你要什麼零件 你要便宜了嗎 對不對 OK 怎麼辦 就近取材最方便的 對不對 如果剛好你的車跟他的車 要修的一樣的 那就直接 就 OK 這可不可能 很有可能 所以像 我在唸大學的時候 我的摩托車 曾經停在中華路上面 就消失了 從此以後就找不回來了 OK 那時候為什麼會車被偷呢 第一個原因 就是 停的位置不對 第二個原因就是 你的車太熱門了 因為我那時候買就是買那個 最多人買的那個 那種款式 因為最多人買的款式 當然 可能 人家缺零件的 也會是最多的 那缺零件 要便宜的零件 最便宜的方式 就是沒有成本的 他就直接怎麼樣 就 對不對 那當然啦 就危險性最高 所以啦 如果你假設你的車 不想要被 有失竊的風險的話 說真的啦 你買一個冷門的車就好了 冷門車真的沒有人會要偷 真的你擺路邊 就很安全了 但是有個缺點 就是以後你要修理的時候 零件 非常貴 因為我都買過那種 冷門跟熱門 冷門的車真的零件太貴了 熱門的車就是比較容易被偷 所以很難兩選 最後的話 一樣怎麼樣 再把這個地方 值得篩選 前十項 這邊按一下 那我只要統計前十條路就好了 前十條路就出來了 所以這邊就有列出前十大 這個危險的 這個 路段 所以盡量避開這些地方 我想你的車就可能 失竊的風險會降低 非常的多了 所以你要只要停這幾條路 尤其我自己的經驗是停在這一條 這邊附近我知道 這邊其實都是 很多 我剛剛講的那種 機車維修的 蠻多的 OK 好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再 畫一個圖好了 樞紐分析圖 從這邊 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 圖 然後畫出 直接就這一個好了 OK 就是一個直條圖 當然你要橫條圖也可以 這邊好像有橫的 你說老師我不要 長直的 我長橫的 可不可以 如果你覺得 像橫的 好像比較好看的話 要不然就放橫的 OK啦 我需要用直的 OK 然後按確定 然後這邊就把它改了一下 改什麼呢 比如說我希望呢 讓這個漂亮一點 那上面就把它改成 叫做 入階道 應該是機車竊道 直條圖好了 然後再把這個 我習慣是把這個字一樣放大 看得比較清楚 然後 紅色字 不過這個格式你可以自己定 這個不一定是長這樣 你可以自己給它一個名稱 然後呢 給它一個樣式 那最後的話呢 當然呢 這個圖例的部分 這個好像不需要 再把圖例 這個打給我取消 然後再來的話 這邊好像加一個資料標籤會更好 有沒有 數字把它放上去 也這樣就更清楚 其他看需不需要 這個好像趨勢線 這個沒有必要啦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我們有排序的 所以你放個趨勢線在這邊 好像沒有OK 其他的話像這個什麼 列表就好像沒有 很OK 那軸標籤 這個需不需要 這個好像不需要 所以呢 其他不需要的就不要 所以 我剛剛就是在 右上角的部分 把它這個圖例打給我取消 這個把它拿掉 然後再加個資料標籤吧 這樣應該就比較恰當 OK 然後 這個的話就是今天的練習 所以再加一個這個 入接到的 這個應該入接到的 所以我把這邊 這個名稱有沒有 一樣 把這個名稱 複製 Ctrl C 點兩下 把它改一下 好 今天的話基本上 就是在把這個 就是上次的 練習部分 再增加這個 路接到的 機車竊道的前十名統計圖出來 OK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好 來看一下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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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